发过去的讲义的部分呢 是介绍所有的对称的元素 那今天我们会把它做一个仔细的介绍 然后做一些这个案例的探访 各位要学会的事情是 对称元素在任何一个物件或者是分子 上面所含有的对称元素对称操作呢 它能够指认得出来 然后要知道它是哪一种对称元素 那么在这一堂课的下半节呢 希望各位能够看得出来 这所有的对称元素在这个分子上面 总共有哪一些对称元素 然后经由对称元素的特性 判断它属于是哪一种点群 所谓的点群 我们等一下会仔细介绍 它就是对称元素的集合 对称元素的集合 我们称之为点群 那么点群其实有无限多种 但是如果你把它视为三度空间的话 那么它的排列呢 会有受一点限制 那些我们等一下再说 这个课程呢 上节课有稍微提早一点 我们主要是介绍各位 应用跟Compound它们的这个对称 然后这对称是能够用在这个 化学或者光谷上面的判定 然后可以知道它们的电子结构的性质 从而知道它们的电性 还有它的振动 还有它的磁性的物质的性质 这些都是从它的对称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会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介绍 Keric Table 从针条里面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它是属于哪一些振动 那 F.A. Carlton是一个很有名的无机化学家 脾气不是太好 但是成就蛮大 它最著名的东西是金属金属键的间接 然后对对称的部分呢 发展了非常多的这个值得研究的东西 然后它写了一本 Chemical Application of Prove Theory 这个部分是各位在群论的这个课程里面 用的课文 那这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呢 是我们的基础 自然就有很多的对称 这些对称呢 存在于各数 包括各位心上 各种生物体上的勾容 有没有知道这些对称为什么要存在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 因为只是没有答案 为什么上去造出万物之后 造出有对称的东西呢 这句话其实也不见得正确 因为地球上面的生物里面 大部分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DNA组成的 而这些分子呢 都是不对称的 那 这些对称是非常漂亮的事情 但是在数学上来讲 都可以简化我们的计算过程 因为如果说它有20角度对称 我们只要算一二十分之一的东西 就可以吃到其他二十分之十九的东西了 那这些对称 在天然界里面可以看得到 它有非常多漂亮的对称 而再来像这个地方是五角度对称 各位等一下可以去计算一下 如果你有个五角锥 它的点群是什么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再算一下 那像这种螺旋型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tile 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手性 悬光性的东西 最后它本身就没有对称 但是它们的镜像对称的物质呢 就会合成一个我们在有机上面 所说的镜像异构物的 Racinic mixture 或者是它称之为一个 Anatomer 然后另外一个它的镜像异构物 合起来就称之为Anatomer 像人体也有这个对称 那大家觉得这个帅男美女 他们为什么会漂亮 有一种说法是说 他的脸很对称 我们大部分都是先看脸的 有一种说法说 男生看女生的时候 先看胸部 但是根据最近的调查 好像都是先看脸 看脸漂不漂亮 然后再看其他部位 脸漂不漂亮这件事情 有人特别研究过 说有黄金比例 说希腊罗马那些 我们家云称的人 除了这个Mirror Image以外 它还有一个一定的长度的比率 你只要多挺多高 等等 所以你注意到 虽然外观我们是对称的 其实我们的内脏是不对称的 虽然大部分都对称 但各位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心脏 这个心脏不是在正中间 然后也不是像那个 秦仁杰画的那个心一样 那么的对称 它是在左边 有一些人在右边 最近有一个医学报道 告诉我们 有一个文章报道说 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心脏是在左边的现象 不是对称的呢 反对称的形容呢 其实来自于自选 各位一定听过说 北半球南半球 如果说打开水龙头 它的水转的方向是一样 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台风的这个转向是 受到北半球南半球的影响 那台风 刚过的这个台风 它是因为这个 逆时针旋转 所以它打到的是 花莲跟台风这个部分 我们高雄被中央三枚一挡 就没有任何的通波 如果是反过来走的话 那么就会先打到高雄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长一点 这个旋转呢 就造成了不对称 当开始发展的时候 细胞是一个受精软 然后变成一条开始要分裂 在它分化的时候呢 就各个细胞 各个部分的器官都开始分化的时候 是在这个受精软里面 所以很小部分的变化 这个小部分变化 当开始的地方是心脏 所以大概胎儿在两周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听得到 它的心脏的这个跳动的声音 两周还是两个月 抱歉 不是很确定 但是心脏的发生 是因为它细胞核 在里面游走的时候呢 开始产生旋转 旋转的时候会挑出一些化学物质 这个时候就会有左右之分了 因为你左旋跟右旋的时候呢 你这个就像台风一样 它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称 所以呢 我们的人经常都在左边 然后其他的这种一种 它会抛出来的东西 在分化成其他的器官 有些对称 有些不对称 至于天然界 为什么DNA跟蛋白质 都需要是用右旋的 这个胎基酸和它的主件去建立呢 这件事情是很匪夷所思 有些人认为说是跟陨石有关系 因为这个太空中的陨石 催化了这个胎基酸的生成 而催化的时候呢 它有一定的位下 所以它所有的都是左旋的胎基酸 那不论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比较要注重的是 无基和有基分子 它们的对称性 怎么样判断 这个荷兰的一个艺术家 Michael Asher 他画的这些图像呢 就包含了非常多的周期性的排列 其中呢 有一些都是 像这两个白色的白马中间 这个是一个垂直直面的西柱 或者是inversion center 这个对称的元素我们会在介绍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C3轴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C4轴 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C5轴 这样的对称 那等一下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IvoTower 在课表上有 它现在有问 请问它的点群是什么 要知道它的点群 你必须先知道它的对称 它的对称呢 有轴有面 然后你把它算出来 总共几个轴几个面 根据我们这个逻辑算出 它的点群是什么 上次看过 这个地方 这个分子呢 是一个Direneum carbine compound 它的对称相当高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主轴这个地方 这个CO是在这个轴上面 看一二三 对 这是一个共轴的一个分子 这个主轴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个面 这边有个面 中间还有个C4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对称元素 我们等一下一一在这里找 大家把这个分子记一下 想一下 等下它的点群 跟所有的对称在哪里 最高的对称是碳六十 这个呢 要一个一个找碳麻烦 多一个计 只要是碳六十 它就是 Icosa的一种 Icosa的一种 它具有 1-5-5-5-1的对赛 好 也就是 你可以把 一个五边形 和另外由倒过来的五边形 上面加顶 下面加底 然后把它们连线的 全部都连起来 这样就会形成了 二十面的一个 二十面的体骸抗上批准 那 C2F四根 甲 跟乙锡 是一样的结构 然后它的对称呢 在这个地方 就有明显的二轴 然后它本身也有平面 这边对面呢 也有二轴 这些呢 我们就 在下面会 有个一一做介绍 对称 我们学来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可以了解分子 形状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 可以了解 VFunction 在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利用到这个 对称是很多的 就是在我们下一章节 讲分子轨率的时候呢 会特别用到 分子轨率 两个原子的VFunction 如果对称不同 是没有办法重叠 然后没有办法将加 形成轨率 所以第一个先 判定它的 分子轨率 这个分子轨率是对于 中心对称 是否对称 然后这个对称呢 可以研究这个 原子轨率 以至于原子轨率 所形成的分子轨率 然后呢 也可以了解这个 reaction test 就是在有机里面 也许你们学过 Hopman 是这个 德国诺伯尔奖 这个 他就 研讨过一些 这个 Sing and Antic reaction 他们这个 Sing and Antic reaction呢 就必须要看 它们是一同像 然后 这个orbital是 同一个Sing and Antic reaction 才能够做reaction Hopman 这个Activity呢 是牵涉到 非对称的 左旋与右旋分子 这两个分子呢 是 对称的分子 这里看着它 它是一个 镜像对称的分子 一个叫Landa form 一个叫Delta form 这两个镜像的分子呢 它都是Pyro的 那两个合起来呢 是一个Recemic pair 也就是 消旋 混合物 这边是有个 旋光度 这边也有旋光度 两者刚好相反 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消旋 变成旋光度为零 它们各自呢 都是有 这个光学一个物 都是有光学性质的 它们的光学性质 是否存在呢 要在各位判断的时候知道 它的对称里面 如果有 Inversion Center 或者是 Sigma平面 或者是 Extended 对称的话 这些 它都是 A Kyro 它们都是对称的分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旋光度的时候 对于它的对称 是否还有 反直中心 Sigma 也就是平面 或者是 SN 假转轴 好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两个东西 Operation Cimetry Operation 跟Cimetry Elements 这两个东西呢 一个翻译成 Operation翻译成 或者操作 对称操作 对称操作 对称操作是一种动作 像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C2 然后在NH3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C3轴 E2 3 可以转变120度以后 达到它重叠的目的 所谓的对称操作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一个moment 是一个动作 它把一个物种呢 直接转 操作以后呢 会得到一模一样 而且是indiscritible 就是不可分辨的 一个物种 在这个地方呢 轻转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你再造一张像 两个像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它是算重叠在一起的 这个英文叫做 indistinguishable 或者是superimpossible 可以重叠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C2轴 两者左右是相同的 或者是相同的 进相 Simetry Elements 也就是对称元素 实际上是指它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指它这个 证称运作的一个符号 也就是它的标记 为什么要用element这个字呢 因为它 我们等下 它是从数学解写出来的 而数学是从群里面 讨论到这个部分的 群里面呢 讨论到所有在群里面的 这些member 也就是它的会员 我们称之为元素 而这些元素呢 各位如果学过群 或者是相关介绍 就知道它们一定有一些 单位元素 反元素 跟这个 不动的这个 本身自动元素 还有一些这个 这些名称都称之为元素 就是因为它是 组成群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呢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是指它的一个动作 这边是指这种动作 用这条线 直线或者是虚线 或者是一个面 去标记这个 呃这个动作 那这种动作 我们称之为对称元素 以后呢 我们操作的时候 是以对称元素的名词 做主要介绍的一个名词 好那下回所要介绍的东西是 呃 五个对称元素 五个对称元素的这个介绍 那我想呢 还是写在黑板上 会比较方便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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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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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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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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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